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做简单的修容 首先当然就是打鼻影的部分 还有让鼻梁更挺 当然了还要修脸 让脸颊变得更小 让脸变得更V 额头的部分也修容一下 让整个脸看起来更完美 首先我们要选一个正确的颜色 像这样子的眼影 不偏红的浅棕色 最适合来打鼻影 在手背上稍微把眼影晕开 然后就可以来做鼻影了 在眉毛和眼睛之间 这个三角形的部位呢 就是你鼻影下手必须要比较重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把阴影打出来呢 鼻子看起来就更挺了 慢慢的晕开 除了在这个三角形部位 打上鼻影之外 慢慢的顺下来画到鼻梁上 其实慢慢的话 你可以看到差别已经出来了 画的时候一定要轻轻的顺顺的画 在鼻翼两侧这个凹的地方 也可以加强一下 这样子鼻头的形状就更漂亮 你看现在鼻子是不是已经变比较挺了呢 接下来使用小型的蜜粉刷 把刚才的鼻影稍微的晕开 这个样子就不会太夸张 颜色看起来更自然 比较不会有的唱戏的感觉 鼻翼这个地方画出来是不是有漂亮的海鸥线呢 然后我们来打亮鼻梁 因为只有打阴影是不够的 选用比较大一点的斜角刷呢 来打鼻梁是最适合的 刷上浅粉色的蜜粉 一样在手背上先浴染 然后顺着鼻梁刷下来 不要画到鼻头哦 不然的话有鼻头变大的错觉 我习惯这样子往上刷 这样往上刷的效果就会更明显 可以稍微带亮到额头的部分 不要忘记眼睛下面三角形的部分也要打亮哦 这个样子不仅可以修饰黑眼圈 而且还有拉提的效果 是不是有差别呢 接下来我们来做修容 使用深棕色的蜜粉来修容 要花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像我这样把嘴吸起来 凹陷下去的地方就是你要修容的地方 尤其是下额这个地方 这条线是最重要的哦 我们大方的刷上深色的蜜粉 可以尽量大胆一点没有关系 而下额这条线如果你强调出来的话呢 阴影的效果就会更好 如果你忘记在哪里 把嘴巴再吸起来一次 就知道要画在哪里了 这个样子你看下额这条线 把阴影画出来 效果就会更明显 可以刷到太阳镜 慢慢地刷没有关系 你看效果是不是已经看得出来的呢 阴影已经变重了哦 好像比另外一边的脸小一点了 再来强调一下下额的这条线吧 这条线只要打得够好呢 阴影的效果就会很明显 接下来使用像这个样子的运染刷 把刚才打阴影的部分呢 均匀地运开 这个样子脸上才会有很明显的两个界线哦 我们希望从脸颊呢 到下巴呢 是慢慢地由浅到深的 而下巴的这个地方呢 也可以画上深色的修容 这样子的话呢 可以让你的双下巴不见 看起来更小 而下巴的线条也就更紧致了 就在这个地方 看到了吗 刷上深色的修容 然后呢 一样是用运染刷 把刚才的修容呢 慢慢地晕开晕均匀 这样子脸上才不会有 很明显的两个颜色界线哦 你看现在呢 脸是不是又比较V了呢 修容的效果真的很明显吧 最后我们使用浅色的蜜粉 这个蜜粉带有一点点的亮粉 让它呢 刷在下巴上面 这个样子呢 你的下巴看起来会比较明显一点 脸型看起来也会比较长咯 小心地刷 刷出一个三角形的样子 今天修的重点 首先就是每一间这个倒三角的部分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还有鼻翼两侧哦 当然啦 P字部位一定要打亮 还有眼下的部位也是一样 两侧的修容呢 则是吸一口气 就可以找出修容的正确位置 是不是很简单呢 下次你也可以当一个 精致的小脸美人哦 本周发烧星要介绍的是 弯曲工程师Nancy 身为全职软体工程师 在闲暇的时候 她却有别的兴趣 就是在自己的部落格 Miss Nancy's Fences上面和大家分享美妆情报 Nancy常常和大家分享美国这里的本土品牌 妆容纹理更有详细的步骤图解 一个步骤 一张照片 读者可以边看边学 而Nancy除了和大家分享好用的产品以外 遇到不好用的产品也会特地写专文哦 如果你怕踩到地雷一定要看 这就是本周的发烧星Nancy 你也有喜欢的部落客 想和我们分享吗 欢迎上网 www.kbjournal.com 和我们联络